长玉圣主这是何意 众人皆知 金仙早已被封印 沉睡多年 我已找到了破除封印的方法 只是需要 秦阁主的一点点血 三日之内 金仙必能苏醒 圣主 这取血会不会伤害到秦阁主 自然不会 我怎能做那种 伤害宗门同僚的事情 诸位 向当年 金仙带领我宗门各派 傲视江湖 无人不尊 可自从金仙沉睡以来 宗门诸派各自为营 刑如散沙 才会被那万禄门趁虚而入 如今 更是被历尘兰 欺负得毫无还击之力 难道诸位 就不怀念昔日荣光吗 难道诸位 就不想再拿回宗门的骄傲吗 依我看 如今能与万禄门相抗衡的 只有金仙了 为确保我宗门能立足于江湖 唤醒金仙 势在必行 秦阁主 不妨就献出一点血来 以保我宗门人安危 就是 比起我们所有宗门人的命来说 你秦阁主也就是损失一点点血而已 这满满划算 只怕千贤舍不得 你干嘛上凤天火 各说己见而已 你这么紧张做什么 我觉得此事不妥 以他人的血肉解除金仙封印 此等术法本就有违天地自然 有违正宗之道 常遇圣主 不可用 成大事者布局小结 又不是真要伤害秦阁主 难道用他一点血 就要被人诟病吗 当年历尘兰 托我宗门南岳教义派 如今又回御魔镇 七眼着实嚣张 等他人万路门杀到你我面前 流血的 可就不止秦阁主 一人了 你跟一个女人费什么话 怎么能听夫人之见 在下 也觉得不妥 有何不妥 常遇圣主要我的血解除金仙封印 真正所图的不过是我秦家血脉 射地秦渝是否也因秦家血脉而死于非命 我尚未查明 就贸然现血 有愧于死者 此为一不妥 历尘兰破锦州御魔镇一事 发生突然 是否真如圣主所说 怒发冲冠魏红颜 还须待剑心门门主 柳威苏醒之后 再行判断 此为二不妥 以血迹 解除金仙封印 逆天行事 有违宗门大义 此为三不妥 千仙明白 常遇圣主 爱护金仙 爱护宗门之心 但如此行事 还是莽撞了吧 说到底 秦阁主 还是不相信苏若 秦渝的死 本就是个谜案 当日秦渝的死 秦渝渝重伤家兄之时 家兄也已登门拜访 亲自解释 以喜倾嫌疑 秦阁主 难道转眼就忘了 锦州城城城破之时 立尘兰与秦枝渝的情谊 众人可见 而我家兄却至今未醒 我比谁都要难过 秦阁主 你却说我包藏祸心 我简直冤枉至极 当年金仙被鲁昭遥 以血封印 如今要解除封印 也唯有一血 说到底 这都是陆昭遥造的念 秦阁主 你久未闻世事 怕不是早已忘了自己宗门人的身份了吧 若是子丹仙人 知道昔日明阳天下的秦公子 如今一副置身世外的模样 会不会后悔当初选错了人 诸位 陆昭遥当年出山 将魔王之子从我宗门人手中抢走 一人立抗各大门派 功法之强 恐怕在座的各位大多都领教过 当年若不是金仙 谁能将他死死压制 可如今金仙有难 我宗门各派却静若寒蝉 道义何在 若我宗门如今再不团结一致 还要相互猜忌 错过了唤醒金仙的最佳时机 等来日 那万禄门称霸江湖 大家颜面何在 试问在座的 有哪一位 愿意匍匐于江湖草莽之徒的脚下 仰仗他人比息啊 秦千贤 今日你愿意也得把血留下 不愿意也得留下 爹 你等着我 我一定不会让你死得不明不白 害死你的人 我不会让他们继续伤害别人 啊 啊 我会了 我会了 女魔頭 我會了 我會了 謝謝你 不過女魔頭 你答應要帶我去的 不許騙我 去房裡拿上六合天衣劍 好 你可想好了 這一去 可能有去無回 有些事情我必須要去做 明日駱鳴軒大婚 我便要去殺了她 我心知肚明 此一去結果未明 但是總有結果未明的事 值得我去拼死一搏 你 你現在失去武器 已是窮途末路 如果現在歸地求饶 請許我還會一時心軟 放你一條生路 哈哈哈哈 想讓我求饶嗎 不可能 不可能 你想不死 不可能 我 好 还请秦阁主 以大局为重 确实该以大局为重 修药婆婆妈妈 我们只是说要你一点点血 又没说要你的命 秦阁主 拜托了 大伯父 子爷 子爷 你怎么来了 苍领哥哥 听说丽尘兰破除御魔阵 是怒发冲冠魏红颜 既然秦姑娘已经是万路门的人 还请速速离开吧 子爷乃秦瑜之女 租门秦家的大小姐 有何不妥 只言今日前来 可是有话要说 我来 是为了揭露她的真面目 是你 亲手把我父亲的鲜血诸入剑西门密室洛明轩金关之中 以我爹的鲜血 济落明轩 你蛇心心肠 你不仅害了我爹 还用祸心术迷惑了柳伯伯 如今 还迷惑了苍领哥哥 对至亲之人你都能如此 现在 你还想逼迫我的大伯父 献出他的血吗 小丫头口齿比以前厉害不少吗 空口无凭 你有什么证据 能证明你说的是真的 我亲眼所见 岂会有假 您怎知 秦瑜不是自愿现身的 祸心术失传已久 你又怎么能证明 是我迷惑了兄长和苍领的呢 我 黄毛丫头 胆敢在宗门大会上口无遮拦 这分明是构陷 你在万路门被厉晨蓝收入座下 为他效命毁了剑心门 如今还嫌不够 还要把宗门大会脚得四分五裂吗 我说的都是真的 别笑 再诉各位 有谁相信啊 我 我相信 大伯父 只言若真有意构险 何须只身前来解释 使自己成为众矢之地呢 废什么话 直接上 iba 哎呀 你 呀 呀 吧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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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 你们在这儿商量着 要欺负我们门主啊 都是哪些不要命的放的屁 这 这是谁啊 东山主 陆时期 我养大的 可不可爱 可爱 可爱 来啊 还有谁 你们东山主好厉害啊 他怎么连法术躲都不躲的呀 我不在的这些年 看来丽晨岚没找过宗门麻烦了 都让他们忘了 这些法术 对小时期根本不管用 为什么 小时期体制如此 学不了法术 但法术也伤害不了他 所以他大人 权权渐饶 还有这种体质啊 哇 陆时期 我宗门大会 岂容你来放肆 谁管你容不容啊 敢欺负我门主啊 就不行 小丫头 你休要嚣张 啊 霍兴术 柳苏若 你混蛋 不要再恐惧苍领哥哥了 小心得慈兄见吸你的血 我 沈千瑾 你是要与宗门为敌吗 我并非想与宗门为敌 只是此情此景 怎该出现在我宗门正义之地 霍兴术 此邪术 长御圣主本不该用 若要复活金仙 怎能没有牺牲 诸位 复活金仙 今日势在必行 今日 必去擒天贤先写 框桃 请 告诉陆招摇 说我说的 让他保护秦千贤 招摇 陆招摇让你保护秦千贤 你说什么 陆招摇 门主说究谁 秦千贤 高个子最美的那个 门主说究 我便救 你退后 我来保护你 你 门主说不能杀这个人 甲传圣主打你头啊 门主要求越来越多了 但我还是喜欢他 让石七带秦千贤离开 石七 快带秦千贤离开 好 张领哥哥 石七 石七 谁敢动呢 我 我大伯父 这 这是被他轻薄了吗 正常 他打小就没有什么男女之分的概念 我教他的时候忘了这场 你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让使七带他回万路门 使七 赶快带他回万路门 快啊 好 这 这就走了 那 我们呢 你也赶紧走 别让那个老女人抓到机会 抓住他 走啊 我皇后不管用 你说什么 我还什么 还是不管用啊 我还想要不要你 还想往哪儿逃 说你是有备而来 站住 你以为我会毫无准备而来吗 你要再往前一步 我就 我就把洛明轩的尸体化为灰烬 我就把洛明轩的身体化为灰烬 金仙的金身 岂是你这小丫头可以轻易撼动的 今日没了秦千贤 便拿你祭坛 站住 你 之前回不了金仙的身体 那是因为 因为没有万军剑 是因为没有万军剑 万军剑 万军剑 能够毁掉御魔阵 就 就也能毁掉金仙的身体 你信不信 如果你今日改伤我 下一瞬 我就让金仙的身体化为灰烬 我还偏就不信 你要真有这本事 唬人作甚 直接走啊 你说他怎么不遭雷皮呢 且慢 诸位 我宗门何时沦落到欺负这一介孤女的地步了 沈楼主 你今日几次三番阻拦我等 莫不斥与这万路门理应外合 你人舍弃大盗了 可我关今日诸位 怕才是为了眼前的利益 而舍了大盗保 沈楼主 沈楼主 你没事吧 沈楼主 稳住 别慌 再试一下顺心术 昨天我喝了这个药 睡得急沉 连你失针都未能察觉 你这药里加了什么 加了让你睡觉的药材 拿走 我现在不能喝 阿大 门主 秦芷燕呢 芷燕姑娘今早已练成顺性术 现已顺性离开 属下 为何不与我来报 因为门主现在您 我令秦芷燕有任何举动 你都要第一时间告诉我 今日你疏于职责 待事情结束 自去承接唐领发 是 你干什么 他有危险 我要去救他 门主 英雄救命 你倒是顺行走啊 我看 我怎么救治你都是徒劳 你一心求死 这药 还喝什么 主人息怒 这药熬得不容易 药材难找 价钱又贵 熬的方式又特别麻烦 得三个人费半天功夫 不喝 阿大 速去派人通知西山主 让他们去凤山接营 是 想想你爹 当初将你送走 可不是为了让你在这里 把命丢掉的 快啊 你再犹豫一个都走不了 到时候就真的没人来救他了 你 列人 列人 你过来 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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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恩 什么时辰了 已经五十了 秦千贤呢 秦千贤刚跑了 跑了 那你为什么不叫醒我呀 我叫了呀 你看 今天早上叫你你不起 还说再吵就抽死我 天塌了也不能打扰你睡觉 我现在才想抽死你呢 想跑 做梦 把他给我安装 这药 灌也要给他灌下去 这辈子 我只见过两个病人敢不听我的话 一个是陆昭瑶 已经死了 现在又来个你 都去找阎王投胎去吧 南山主 你要做什么 炸穴了灌药 万万不可 门主 你还是把这个药喝了吧 厉晨岚 今天你要是不把药喝了 你就别想出这个门 离城岚 你 南山主 门主已经喝了 你先小心 怎么摸错地方了 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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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主 你 可有受伤 没 没有 这位是 关羽楼的沈楼主 你看他什么态度 敢跟我拾脸子 以后有药也没得喝 南山主 让他去死 不是 南山主 不 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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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也能教会顺行书 在人小姑娘身上带得还挺自在的 东山主 怎么了 老法你将我放下来 不行 门主说了让我把你带回万卢门 我就得把你带回万卢门了才能把你放下来 我乃千诚阁阁主 你把我带回千诚阁便是 不行不行你说了不算 我门主说了才算 可 可是 你这方向错了 秦阁主 被女人扛着什么滋味啊 小红毛你谁啊 你又是谁啊 我是万卢门东山主 大名陆徐之小名陆时机 你呢 我是你万卢门未来的门主江武 万卢门门主只有一个陆昭遥 你想当门主先过了我这关 等等等等 陆昭遥我还是很欣赏的 今天我不是来找你麻烦的 我是来找他麻烦的 找他的麻烦也不行 门主说了让我把他带回万卢门 我就必须把他带回万卢门 谁也不能动他 是个死心眼的 秦阁主 躲在一个小姑娘身后 什么感觉啊 你以为你脖子上的伤口 只是为了取血吗 你 你今天死定了 小姑娘有点意思啊 你以为会逃得出我的手掌心吗 不要 圣主 此次失败并非我们计划不周 而是被万卢门有所察觉 派人来捣乱 只要我们再想其他办法 一定能成功 此次的计划 还是太仓促了些 我也是高估了千尘阁 对我宗门的诚意 各位门主有自己的考量 我都能理解 即使只我一人之力 我也一定要复活今仙 诸位 我知道 我的手段 是残忍了些 但是只要能令明轩苏醒 重振宗门 我愿意为宗门背负任何骂名 诸位 若还有什么意义的话 可以自行离开 我绝不阻拦 圣主 这是哪里的话 宗门诸派同气炼制 淳王齿寒 我齿天明 定不会做那背心弃义之事 各位同僚 定会鼎力支持 长御圣主 也算我一份 我比明天明 我 以来 你 再相优 呀 你 你 不 我 还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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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他的 你 一下 的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